今天發生這件事情 到底是中央要害地方 還是地方要害中央 就是中央呢 什麼都沒有準備好 就害地方措手不及 還是地方因為措手不及 之後要把探手山運氣 再丟回去給中央 還是說 是蘇貞昌每次做事情 都不通知陳時中 所以呢 每次出了很大的包之後 都要陳時中去收爛攤子 陳時中擦屁股 還是像蘇巧惠講的 其實是每一次蘇貞昌講什麼 陳時中就不同調 陳時中不配合嘛 故意把蘇貞昌撈開 所以我聽到有一個 我看很多新聞的角度是說 哇 這次怎麼變成 好像是侯友宜跟蘇貞昌 站在一起 反而是陳時中 沒有把蘇貞昌的話當作話 所以到底是怎麼樣 那今天最可憐的是老百姓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講 就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蘇貞昌不知道 到底有沒有跟衛福部講好 他就在5月4號 開了一個這麼盛大的記者會 結果衛福部 被他殺個措手不及嘛 什麼都沒有準備 公文根本都還沒出去啊 所以才會發生半夜 才出公文的事情嘛 好 那5月6號 所以那時候其實所有的驅公所 就被擠爆了 驅公所都搞不清楚 我們怎麼當時有這個工作都不知道 好 5月6號 雖然5月6號正式開始拿到公文了 可是那個公室非常非常的複雜 要審查要背的所有的資料非常的繁複 大家都搞不清楚 所以辦的大家火氣都很大 基層公務人員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那這個時候已經在公所大排長龍 已經開始罵了 開始打了 開始哭了 身為地方父母官市長就要跳出來啊 那市長怎麼辦 市長只好就是說 你又不可能不辦 你又不能說大家回去啦 這個業務我沒辦法辦啊 你一定要收 問題是基層不敢收啊 收了萬一不服怎麼辦 那未來法律責任要誰付呢 難道我基層公務員小小公務員付嗎 所以市長只好說你就收吧 好 收了以後有什麼事情 我付嘛 所以市長只能這樣子講 市長講了以後 整個炸鍋了以後 蘇貞昌出來收拾爛攤子 蘇貞昌只好出來道歉 然後就說我們簡化流程 那簡化流程的結果就是說基層免責 就基層免責這一點 我覺得他跟侯友宜是一樣的 一樣的態度 因為如果你逼基層公務員 去負這個責任的話 你不用辦了啦 永遠辦不下來啦 永遠沒有辦法 不知道哪一天才審查的完嘛 所以他就說基層免責